女教友發文揭露自己被先聲家暴 卻反而被教會要求她隱忍 甚至阻止她去驗傷 但她事後為了保護自己和小孩 還是去申請保護令 反而遭到教會指控說 她的私生活有問題 揭開傷疤忍痛還原過程 貼出申請的保護令 堅持報警 就怕另一半再次出手 卻怎麼也沒想到教會苦勸 用只打一次理由要求禁聲 因為如果你初期發生一些家暴的話 你如果可以請專業人員介入 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未來再發生的 繼續的嚴重性其實是會降低的 處理過太多家暴案例 基金會調查再動手早期 沒及時阻止便習慣性 未來想解決難上加難 高設計地位的被害 那往往因為考慮到家庭 考慮到那工作的 有可能不敢出來報警 基本上家庭暴力是凌容忍的 是不被允許發生的 教會最重要的是陪伴 然後瞭解他的需要 然後再讓他自己做決定 其他教會基於關懷 如果夫妻相處有摩擦 甚至出手傷人 會請受害者先驗傷 當保護證據 再從中當輔導角色 站在律師的立場 我們當然認為 這些法律上的基本權利 宗教盡量不要去限制 雖然宗教是勸人向善 但畢竟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 想要去主張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宗教實在是不應該干預 畢竟動手涉及法律 構成傷害罪 報警如果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 也會主動通報 這時候不是說再忍一次就能解決 TVB新聞 舒茂姐黃靜瑩 特別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